你选择的这个无论如何 三秒的镜头也可以 你必须让它出现在你的电影里 好不 好的 那必须的 必须的 接下来是谁呢 有请我们去年也颁过的 徐峥是颁过一个奖的 今年也依然由您 好 请上台 好 这个奖叫做 徐峥再次个人选择奖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一个事 就是去年我是颁给了那个Rock 有一次在线下 我去坐在那个旁边 我看那个Rock演出 结果Rock不知道 他在台上说 他说 你们知道吗 我演那个脱口秀 我得过最高的成就 也就是徐峥个人选择奖 我在下面说 我说怎么了 吓了他一跳 好吧 徐老师 因为是徐老师个人选择 全部随意提名 随意提名 我选择的 提名的第一位是周祈默 周祈默一直是我心中的大神 去年也是我的提名人选之一 今年再次用细腻的表演 和高超的技术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和我的眼光 下次办专场 如果觉得效果的场地太小 可以去我们蓝芯大剧院 第二位获得提名的是Doto Doto这一季放下了手里的麦 刚才打开了自己用精准生动的肢体语言 和出神入化的口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堕罗 对 展现了表演时脱口秀的魅力 令人惊艳 逗逗 相信彭于晏见到你 也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获得第三位提名的是杨波 怎么还有我 怎么还有我 这一季的杨波单手插刀 来回踱步 一具一个包袱走进大家的心里 他用超强反转向观众征服 虽然半决赛 还是被其他选手制服 杨波 这也是个反转送给你 谢谢 好 以上就是我的提名的演员 徐老师 这样 你每次我们这个讲 都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今天就说透好不好 你选择的这个无论如何 三秒的镜头也可以 你必须让他出现在你的电影里 好不 好的 那必须的 必须的 我们这电影的选择是很谨慎的 但是我要是答应了 那就是真的 我选择今年的再次个人选择奖的演员是 是逗逗 和杨波 想想好吗 我们给并列者奖吧 两位一起 两位一起 对 谢谢 我们帐国 帐国 很开心可以参演徐仲导演的 全节奖电影 并且拿到这一次提名 感谢 哈喽 谢谢徐仲老师 确实这个奖项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到现在 在德国最大的奖项 确实就是水产养之优秀毕业生 这也是一个反转徐仲老师 谢谢徐仲老师 来 感谢三位电影工作者 来 解释 谢谢三位